一般上呢,我是會吸取教訓的人 可是這個教訓呢,我怎樣呢都記不到 也就是,在出門前 我都會忘記檢查外面的天氣有沒有下雨 然後會忘了戴雨衣或者是外套 可以跟大家更新一下 其實我一月和二月呢,都是處於一個很忙的狀態 一月呢,也就是忙著籌備二月的東西 那麼二月呢,我有兩個很重要的這個項目 也就是pop up shop 其中一個呢,也就是今天我要會議的這個 SRP 所以這個pop up store呢,已經確定了 2月1號到15號 目前我們已經確定了,有幾個品牌 像素仁跟Friture Max,一定會有 我們會擺我們最新的單品在這裡 然後我們剛確定,有其他像Again,Good Times, Obscure 這些牌子都會進來 所以,到時候你們可以過來看看 外面下真的超級大 在我還沒有進入這一雙鞋子之前呢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資訊 跟這一雙鞋子的前身,一些小故事 可能很多人不懂,Golf Lover呢 是Converse跟TilerThe Creator所做的一個聯名款 TilerThe Creator呢,是一位來自美國,加州很著名的饒舌歌手 他的這個饒舌風格呢,我真心覺得很特別 很年輕,很有才華 強烈建議大家去聽一下他的這個歌曲 那麼他在2006年的時候,有跟幾個饒舌歌手呢 組了一個團叫做 Off Future Wolfgang Kill Them All 那麼,隨著這個組合呢 他們也是有做了一個服飾品牌 像他組的名字呢 裡面有Wolfgang這個字眼對不對 他把G跟W呢,給調轉過來 變成Golf Frank 而Golf Frank呢,就是他的這個服飾品牌 他們Golf Frank的這個設計 他們的方向呢,比較繽紛多彩 他們喜歡用一些比較亮的顏色 他們有跟Vans出過很多鞋子 所以他們一直以來都是打著Golf Frank Crossover 這個Vans,或者是Off Future Crossover Vans 把時間快轉到2016年的時候 Pilot The Creator呢,就有做了一個Golf Frank的這個Fashion Show 他在那個Fashion Show呢,宣布了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Fuck royalty checks, I'm gonna start my own shit and if it fails, it fails but I decided to start my own shoe company and shit 叫做Golf Lafer 而且,當場出席者,每個人都會拿到鞋子 你看,在2016年他已經宣布他想要做自己創立一個鞋子的品牌 可是在2017年的時候呢 他突然宣布說他會跟Converse搞這個Golf Lafer的系列 所以,我真的是很好奇在這一年當中呢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讓這個TilerThe Creator呢 會放棄掉這個說好的自創球鞋品牌 在他加入了Converse Go後 他一共有發了三次聯名款 第一次呢,他們並沒有用上華蕙的設計 他們用回這個一般OneStar設計 在第二次聯名,也就是去年夏天呢 終於他們有用上了這個華蕙的設計 然後他們也把鞋底呢,換成了這個華蕙的圖案 在短短的這個六個月之後呢 他們就發了第三次聯名,而很榮幸 我這次可以拿到這雙鞋子開箱給你們 把鞋打開 BANG 這個包裝呢,有附上一個麻袋 上面有印著這個Converse Golf Lafer之間 感謝這個Converse馬來西亞所寄來的這一雙鞋子 各位觀眾 也就是這一雙鞋子 BANG DANG 超級帥的 這次呢,他們就一共發了三個配色 一個是粉紅藍色還有這個綠色 而我很榮幸呢,就是拿到這一雙綠色 這雙鞋子最值得一提也就是在鞋身呢 你可以看到上面它直接弄上了這個華蕙的這個設計 雖然它有放上了這個花蕙 可是這個one star的元素呢 並沒有完全被取代 你可以看到在花蕙的這個中間呢 它還是有著這個星星的這個logo 而且它這雙的材質呢 真的是很特別,很好摸 感覺上很premium 這種材質呢,你必須要注意一點是 如果你穿淺色褲子或淺色的襪子呢 它會染到顏色 可能這個材質呢,穿久了也會脫色 不過像我最近很喜歡會脫色的東西 因為在你穿久了過後呢 那個單品呢,會隨著你的這個時間的歷練 跟你使用的程度呢,脫色 我覺得是獨一無二的這個設計 它的這個中底呢 其實是採用了這個seventies的中底 所以你真的是會感覺到它比較厚 所以它呢,就是one star的鞋身容 seventies這個中底 根本就是最頂級的搭配 我沒有騙你seventies這個中底呢 真的是很好穿 我很喜歡 而且它的這個鞋墊呢 真的是很軟 而且而且而且 他們呢 除了這個白色的這個鞋身 他們也是有附上的這個 綠色的鞋身跟橘色的鞋身 我覺得這個橘色的搭配下去呢 應該會是蠻不錯 蠻多人都會私訊 向我詢問說 到底converse呢 要拿什麼尺寸呢 大半號還是小半號 其實在這之前呢 我已經有做了一集影片 是討論 Chuck Taylor 70s 應該要拿什麼尺寸 你們可以在這裡 就可以觀看 我一般的球鞋尺寸呢 是US10 我很多nike 都是US10 我的腳是屬於偏寬的 這個前端部分比較偏寬 所以我在穿Chuck Taylor 70s的時候 我必須要拿回原尺寸 而OneStar呢 就有一點不一樣 這個我之前買的OneStar Harry Sweet呢 這雙呢 我必須要拿小一號 也就是US9 而這雙OneStar 70s呢 我也是拿US9 所以我可以總結呢 像我這種腳寬的人 也必須要拿小一號的話 一般的腳型呢 我覺得大家都應該要拿小一號 原尺寸真的是太大了 這一個Golf Lover呢 是第一次在馬來西亞發售 定價呢 是馬屁499 499 499 他會在這個Crossover 上面皮尼密跟Crossover 解密呢 發賣這雙鞋子 只有這兩件 有發賣 所以不要去錯分行好不好 啊 真的是很好看這一雙鞋子 特別感謝Converse Malaysia呢 寄來這一雙鞋子 好不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為止 如果你喜歡影片的話 麻煩按讚和分享給更多人看 在這裡可以訂閱YouTube Channel 在這裡可以看到更多影片 這個Fujime Seekin的小片 我們下次見 Fujime Seekin